这个我们这个在伦敦已经创造了这个枪枪三级型历史上好几个第一 今天也创造了一个第一 就是这身打板我们三个人 大家见过吗 纳粹 黑衣社 我们是来庆祝这个柏林奥运的是吗 黑超 我就想起美国这个黑超嘛 文道说咱们这是希特勒那届奥运会吗 是希特勒那时候那个像 你说那个黑超那太刻坏 我们的现实嘛 而且跟奥运相关嘛 得端起个范儿 对吧 法西斯 黄种人装 法西斯 但是今天这个我们穿的这么这么欠奏 这个是有原因的 我就买个伏笔 待会儿在节目的中段 我会给大家披露这个原因 可是啊 这个这个 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啊 很多时候啊 也是另有巧合 我们今天三个穿了这样的衣服 但是我们到达录影现场的时候 就是我们远在伦敦呢 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这个北京的这个暴雨啊 现在是遇难人数达到了77人 所以 原来说37个现在加了47 到77人 其中有11人的身份还没确定 66人已经找到了 所以啊 我觉得也是天从人愿 我们三个今天不约而重的 穿成这样的一个黑色的这个衣服 也是要向遇难者呀 这个表达我们的一份哀悼 对吧 对 而且也慰问他们家人 是的 这个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身在伦敦 当然这个事啊 你知道一直有观众批评我们 说我们讲起有些事情来这个谈笑风生 因为聊天的谈笑风生 显得缺乏同情心啊 这个大家批评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也要说啊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 有时候也要考虑到一些情况的复杂性 像枪枪三人行这种跑停跑不停的节目啊 人的任何情感反应啊 都是讲情境的 人是个处境动物 我们啊 这个跑停跑不停啊 就像是在一个从一个情境里游走到另一个情境 就像刚才这个哀痛是真的 但是现在我们讲讲伦敦这奥运呢 你不能老哀痛 笑笑也是可以 而且而且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啊 我总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 一个特点叫什么 叫苦中作乐 没错 你觉得是不是 真的是 对啊 你比如说因为我们常常就是 你不能就大家老苦这个脸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也会谈一下国家大事啊 什么的 但是问题是人不能就总困在那里头 是 我一直没理解我们这个节目 有一次跟小渣我们离开的时候 他也跟我说 他就讲 我们就讲了一些实际的情况 讲完了以后 他就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那我们还有什么意思 在这里做这样的节目 讲这个话 我当时呢 也无言可对 后来有一天呢 听文道讲了一个大脑的构造 他说原来人的大脑啊 左边呢 是乐观的 是吧 右边呢 是不知道讲什么赌博 什么 总之大脑里边呢 有一部分啊 它明明是现实达不到的东西 可是它总幻想着能达到的 我这就明白了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讲很多分尸技术也好 这个提笑皆非也好 各种各样 我们其实是受左边大脑的 这个幻想的驱动 乐观情绪 我们希望我们的话能够有点作用 希望 哪怕让人高兴点也好 那跟你们相比我就是小脑 是吧 小脑管活动 我们到伦敦啊 我们也是搞活动 对吧 昨天录完像 这个时差呀 哎呦 困得真不开眼 真的吗 但是我跟徐老师还是去活动了 对吧 去活动 捕捉到一些伦敦的这个街景 也可以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我你看这张照片 这是我多天呐 费老劲 我能找点万国旗 就感觉有没有点这个全世界奥运会的气氛呢 这是国旗 给你找着了 比较多 你看啊 这是伦敦这个传统的这个D式 对 那边是双层红的 那个是双层巴士 对 对吧 这是伦敦的老D式 对 你再看下一张 哎呦 你看这姐抽烟的 被我拿下 多帅 你现在你觉得这烟好 都是她抽的是吧 实际不是 是一辆车过去 照相机行 这姐真是 你看这哥 在大街中间 也像我们一样 在找 你知道她在拍什么吗 不知道 她在拍一个橱窗 拍一个Liberty 一个百货公司的橱窗 他就这么多按摩多按摩的 对的一个橱窗 橱窗是一个艺术 现在 你再看下面 哎 你看 这个是咱们吃这个 无聊的这个鱼和薯条的 那家饭店 那家饭店 他们吃成这样 主编啊 宋欣 许老师 吃完出来就成这样了 那家饭店叫 莎士比亚的头 我发现徐老师就有苦中作乐的精神 我说这个鱼和炸鱼薯条 我说还有比这个更难吃的东西 徐老师说这是英国最经典的 总要吃一回吧 他说你吃过以后可以不吃了吗 对不对 但我觉得英国菜很奇怪 就现在大家都老拿英国菜开玩笑 对不对 说他们忙着 当年忙着建立帝国 没空管吃 对吧 可是呢 我现在越来越看很多英国民族出来介绍他们传统美食 包括我看到一些古事 我也喜欢研究这玩意吧 他们以前历史上其实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而且现在就随着炸鱼 而且现在这几年复兴啊 就现在这十年有个很有名叫伦敦的名厨复兴嘛 就出一大堆年轻裁剧很厉害 那问题就来了 那为什么英国菜就一度那么难吃呢 就中间他有一百多年出状况 出什么状况了 就我不知道 就你昨天晚上那个状况啊 就一百多年大家就吃钱的东西 他们因为这个日无落地国啊 到处跑 跑完回来晕了 香港回来 这时差没导过来瞎问我什么 这个比喻很妙啊 这个日不落地国啊 到今天他都没导过他这时差来 他还按照他那个乱了有点啊 但是他又是一个按部就班的 所以你知道今天早上他们都睡着 我出去了 你知道吗 我跟香港导演说 我说我会爬屏呢 我爬昨夜顶屏呢 因为我想表达一个印象啊 我的摄影不成功的不怎么样的 但是实际上我是用我的照相机录点声音 我想录一个什么声音呢 就是没有声音 就是我们说这个伦敦气氛啊 老师 但在本地家里头录一段不行吗 我们住在那一块文章 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是扫了一下 你听听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事 你先看一个照片 你看 就今天早上 我在那儿逛了半个钟头 就看见这俩动物 不是 这俩动物 人狗就平等的嘛 你看那狗的腿 挺有意思 然后你再看这个片子 你注意听 你看这个片子 他呀 你看我们住的地方 就是拍的抖抖缩缩 但是最大的声音呢 就是鸟叫 这就是你们住的一个房子 就附近 你看 没人 偶尔有一个保护的 还不错啊 太阳才行啊 安静 你知道 就是你看着这个 你会觉得 这帮人 他们为什么要搞奥运会呢 奥运会真没必要搞 所以我跟很多伦敦市民 我一来 我就完全明显了 你知道吗 我就完全 我跟伦敦人民 相当一部分人民 我完全同意 一条心 没有必要搞这个 他 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这个地方都跟乡村俱乐部一样 你知道吗 咱们一下飞机 我就说 哎呀 这好安静啊 你知道吗 跟他相比 中国任何地方 都是抖音 天天都在奥运 天天都在大开旗鼓 他这么安静的地方 过着他安静的日子 他真是 作为老百姓来说 搞这个东西 热闹干什么 搭搅 你说到这个 我想起来 伦敦这个城市布局 你看地图 有没有注意到 他有个特点 他这个城市 不是说 一开始怎么规划好 或者后来再怎么规划 修整过 这个区 怎么样 那个区 他不是 他是很散的 他伦敦这个城市 一直有人 喜欢他 他是一连串的村落 聚集起来的城市 他每个区都不太一样 每个区都有 比如说 SOHO就很闹 对不对 但是您往武士桥那边 也人闹 但是开始高级了 到了 再往那边走一点 又更安静了 到了这边就很近了 他是一个一个小村落 串起来形成的一个城市 在1908年 伦敦第一次办奥运 就那个是第四届奥运的时候 伦敦的这个中心区啊 这个中心区啊 白天呢 有40万人上班 晚上只有6000个人住 对啊 是这么一个 是这么一个地方 那一次奥运呢 他们也不是他们要申请的 原来的主办国是罗马 主办城市罗马 就意大利地震 对 地震完了 就是奥运前一年多 不到两年 地震了以后 谁接手呢 当时大家最世界上最强的地方 那就是伦敦了 好 他就出于义气 接办了这一次 这一次 我们今天的很多基本规则 都是那一次定下来的 在这之前呢 你知道 雅典那一次 大家知道 虽然是利益意义很大 但很多运动游泳 在海里游泳 大家知道 伦敦那一次呢 马拉松的距离 温莎宝到 到这个体育场 兜一圈 26英里 对对对 就那个时候定下来的 对对 我走过 我开车走过 那个 那个梅渣道 第一次游 也是他定下来的 游泳的场馆的长度 就是很多标 我觉得 他现在这么安静的地方 这个搞开幕式 是他开始的 对 你说 而且那得去广告了 广告也是从他这来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中文字幕志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衣服进去规矩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 所以那一次的奥运会奠定了现在奥运会的基本格式 第二次办它是1948年 那这次是什么原因呢 这次是没有竞争 国际奥委会就因为停了12年 就把这个资格等于是一个奖励给了伦敦 就大家没有竞争 因为英国在二战当中是损失 大家也觉得他对大打败德国功劳很大 就给了他这个荣誉 但那次奥运会英国人也是挨意气 你知道战争打完废墟一片 就是废墟一片的时候 而且那届奥运会英国只拿了三个金牌 上一次08年英国金牌变得第一 超过美国 那一次奥运会因为英国人都打仗打残了 而且死了太多运动员 但是也还办了一次 相比这样的两次奥运会 今天的伦敦人不禁会问个问题 Why today 就是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第三次呢 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 有人说是因为经济不好 要冲洗一下 不过那年奥运很专业 这几天你比我们来的早一点 你是不是觉得他这好像没人 不大感情那么大兴趣 还是因为奥运会 我说太抠了 就不让人用这五环呢 我觉得不是 还真的是没多大兴趣 有兴趣的是什么人呢 商人啊 餐馆啊 比如说有些餐厅 他就说的很清楚 我奥运期间 我定位子 要你打电话来 上网定不到 然后酒店房价 这期间贵一点 那但是凡是跟这些无关的人呢 都很正常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那天去逛一家店啊 我本来想找一家店 做文具啊 很有名的 那家店呢 他关门 他说他现在要重新装修 预备九月开门 然后呢 他故意还在网站上说明 说奥运期间 我们就不营业 趁这个机会 我们装修 你像他正常观念 你是不是奥运前 得弄好 游客来玩来买东西 他说不 他说我奥运 我不做买卖了 我还没有装修 他这样 但是这些呢 其实我想也不妨碍 这个奥运的胜利 因为奥运 现在实际上不是举办国的事情 是全世界 我听你这意思 就是说 人家这种老牌地国主义 弄你这玩意儿 怎么说呢 小菜一碟 没那么严重 也能办好 对吧 其实是 不不 但我想说的是 他 他真的是全世界的事情 就好像希腊 希腊那个时候也不大想办 但是大家就觉得 你这个发源地 你得办一次了 对不对 就是大家出力在那里办 现在也是 你这个运动会 你比方 以中国举例子来说 中国自从北京办过了以后 本来奥运 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世界上的事情 对 我们参与到这个世界 北京 北京办过以后 现在 到哪儿奥运 都是我们的事情了 对 中国人的心里都觉得 奥运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了 好像是我们的主场 所以说 入局了 所以呢 你不能办得太差 对不对 你超越不了我们 但你也不能办得太差 我们的成绩也不能太差 总之你觉得 中国人的整个心态就是 这是我们的奥运会了 以前是我们进入世界 对 那么但是有这种心理的 也不单是中国 很多国家 他们对奥运 都抱了一定的希望 英国人呢 我觉得他是履行职责 我相信他还是会履行 不过 我只要小心一点 就我们不要把英国跟伦敦了 等同起来 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伦敦这个城市 本来他做一个国际大都会 他办国际盛事几个月就来一套 你比如说 有时候对伦敦来讲 更大的盛事 说不定是欧联总决赛 你要是主场 比如说在切尔西打 或者是来这边打 他更疯 喜欢足球的人多 世界给我求命 来要闹事什么 他那个更严重 但奥运的相比 这样也叫大事 但是不足为奇 但你想想看 假如今天不是伦敦办奥运 比方说是利物浦 或者 比方说 麦设施 可能就不一样 当地人就会很开心了 对不对 但是 英国也要 但是这个开心 归开心 我觉得他这个里边 有一种 个人主义 这个个人主义 也可以叫做健康的个人主义 咱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 你比如说 英国有一个人类学家 他说 英国人 最常说的一个口头禅 叫做 翻译成中文 就叫 我知道我的权利 叫什么 I know my right I know my right 就是 你知道这个话 很了不得 就是 这个我知道我的权利 甚至可以 大个国家 你明白吗 就是 包括当年 英格兰的 这个就是 整个英国 这个不列天 这个历史上 是吧 是大宪章 皇帝怎么样 国家怎么样 是吧 你 我的利益 对吧 我不会忘记 我正当的权益 如果我的正当的权益 得到侵犯 你想想 英国这个历史上 好家伙都能这样 就是说 这皇帝不靠谱 要跟我们议会 抢权力 我们到荷兰 去找一皇帝 你们来侵略 你把他打了 我们支持你 打了 然后呢 我们给你签合约 你得给我们 多一点权力 以后你再特别当皇帝 没错 他这儿啊 就是 其实是一个 就是说 个人各家 你可以办奥运 这是对我们都很好 对吧 但是呢 你看 你 我有我的权利 实际上 你以为 所以 昨天我们还在聊 你觉得这是什么 英国人的特点吗 我跟你说 他们只不过 是把相当一部分 北京市民 北京人 私下里 只在私下里 敢聊的那个天啊 他们还 当公开的就这么了 说 咱们觉得 哪能这么不知廉耻啊 国家办奥运会 就是 你在这唱反调 你在这不给劲 日常生活 是最大的国家大事 我的家庭 我的生活 安静的街道 对 就你刚才拍的 你一朝我 我就投诉啊 反过来讲 英国人也有另一种很强的集体主义传统 今天我们看到的英国是一个混合的状态 他一方面有的讲个人主义 另一方面他十九世纪也出现一种社会主义思潮 他从来没有正经实行过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他有某种的那种觉得人跟人还是 他讲阶级 但是还是要有个集体平等啊 这方面他还是很强 而且你说他不顾国家也不一定 你比如说你刚刚讲二战 二战为什么伦敦那届奥运之后 48年那届奥运 他只有三个金牌的 刚才说死了很多运动员 运动员怎么死的呢 打仗打死的 因为以前英国的运动员 绝大部分都是名校生贵族 像伊顿公学剑桥牛津都这些 全是官二代副二代 其实简单讲 那这批人呢 每到国家有难打仗的时候 首先排队报名 他有荣誉感 要为国牺牲 这种荣誉感我们身上也有 体现在咱们穿的衣服上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咱们仨今天要穿成这样 我们好像从来没一起穿过西装 对我跟你说 因为今天我们在伦敦 这是我们光荣伟大的凤凰卫视 欧洲台的总部 我们是第一次给他启用了 开包啊 他头一次开包 开光 开包 开什么 我们第一次拍了他 对吧 而且今天外边 他们正张灯结彩举办什么的 就是今天他第一次也是开门 还是开启 对吧 就是首相待会就来了 应该说首相还是大事 小白人穿的 就首相也答应了 答应来 但是现在也忙 就是说 谢谢 谢谢 首相说我请文涛看开封室 所以呢 我们今天都穿的跟个人似的 这个给大家也看一下 我们这个欧洲台的盛况 我在外边看 我说我们欧洲台 挺清闲的 像个乡村俱乐部的 那个感觉 整个楼跟周围 这个很特别 楼是很现代的一个楼 全部是玻璃的 周围的街区是老的 就是那个哈利波特里 常看到的 我刚才说这个街道叫什么 Richmond 我一听 我说这不富人去吗 Richmond 听说呢 就说这个房子吧 是别人盖的 后来就有人买了 然后呢 他们就亏了 亏了之后呢 凤凰就买了 然后凤凰买了之后呢 就涨了 是吧 为柴杜丽凤凰大事业 1972年9月5日凌晨 八名恐怖分子 翻过了奥运村的大门 击毙一名教练 一名运动员在挟持九名以色列人质 营救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九名人质 一名警官和五名恐怖分子死在机场 第二天 奥运会如常举行 慕尼黑惨案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欧洲老将特区老酒 奥运来了 这些曾启诈赛场的老将 有的再次披挂上阵 有的无缘奥运 为了五环梦想 他们迎难而上 挑战极限 他们的坚持足以击毙一代人 体谈老将们的奥运故事 完美与梦想同行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第三part 还有一分多钟 最后一个节目 徐老师给大家唱一首 唱个微博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届微博奥运 如果张艺谋是伦敦奥运 开幕式导演 开场一定是一棵苹果树 躺在树下的牛顿 被苹果砸醒了 然后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然后一千个火车头 在场地里奔跑 还有一天 我是强强忠实观众请求 别说奥运了行吗 一群最需要运动的人 看着一群最需要休息的人 有意思吗 刚刚说到奥运 我们老说英国人不关心 其实有人还是会关心的 对 感谢观看